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说八下的问答 再来讲讲如何冥想 第三、第四、第五维度 以及时间旅行究竟是什么 等等有问题 八下有提到 咱们现在都叫我们这个现实世界 都叫三维嘛,三维世界 但更准确的说法是四维世界 还要加一个时间,那就是第四维度了 咱们现在已经在四维世界了 那也就是说我们目前是要从 第四维度向第五维度转变 那从第四维度到第五维度转变的 标志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慢慢放下了 一直以来扎根意识中的固有的结构认识 也慢慢放下了时间和空间的概念 然后你就可以体验到更多的当下 并且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是活在当下 你就会觉得说自己不再需要有时间和空间的概念 因为你不需要关注太多的事物 当人们关注过多的事物的时候 人们就会认为自己需要不断的 通过一层又一层的这个结构 我们不断的创造新的层 而这些层的结构又依赖更多的时间和空间 当你能整体的了解你自己时 直接是从这里到那里的 那你就可以跳过所有的中间层 那个时候你就不需要体验如此多的时间和空间 你就会活在当下 正如万物一样 你就会发现其实万物早在那里了 你会更容易的和它们接触 一切都是同时发生 你在时间和空间中更随意了 而且你的感觉也会更加migrate 你会觉察到其他的维度 其他的振动 其他的现实世界和其他的频率的能量 第五维度是物质世界的最后一个层次了 在它之上在网上就是非物质的了 能量体的世界 那这是我们要去的世界 我们的这个文明也是正在慢慢的脱离物质 而如果到了那个层次就会发现 时间不是线性的了 所有的生命都是同时存在的 这就意味着说 在更高的层次 你会同时体验到你的物质生命 就是你的现在 打一个比喻 就好像是一卷电影胶片 上面有很多单独的画面 你的每一生就是里面的一张照片 假设你是高层次的放映员 你就可以一下子看到所有的画面 它们是同时存在的 你就没必要按照时间顺序 123456一张一张的看下去 你可以随机的看 先看5号 再看2号 再看4号 都可以 这些都是由你说的算 那既然说到了时间 咱们就再深入的说一说 时间究竟是什么 我们应该怎么看待时间 其实巴夏一句话就总结了 他说时间是一种副作用 是意识的副作用 它创造出了连续性的幻觉 假象 还是拿电影来举例子 电影都是由一帧一帧的画面构成的 那画面它是静止的 里面没有运动 也没有意识 当你移动视角 转换你的意识穿过这些不同的针 那就好像是一个放映机一样了 它看起来就像是连续性的一直在运动 那这个运动是一个假象 这个假象创造了时间和空间的体验 那本来是没有时间的 你的意识是在不同的针中穿梭 才创造出了连续性的感觉 但是当你开始扩展你的意识 当你的感官越来越察觉到 是你在创造时间和空间的幻象 那么你就可以打破这种连续性 那连续性的反应词是啥呢 间断性 就是不连续的 断掉了 比如说你开始感知到 时空的打滑 在时间和空间开始到处跳跃 就会有这种反应 这瞬间我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那瞬间是怎么发生的 就会有这种感觉 就像这个图中的壁组一样 就到处蹦跆 但是这里要注意 这和我们平时说 这个时空旅行还是不一样的 我们再看看这张图 最上面就是我们认为的一生 从婴儿到儿童到青少年 再到成年人再到老年人 这些代表了你整个人生中 主要的画面瞬间 就是一针 下面这个ABCD 也代表你生命中同样的时刻 我们通常说这个时间旅行 只是切换到了平行世界 并不是真正的回到自己的时间线 它是在不同平行现实中跳跃的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30岁 通过这个时间旅行 想回到过去找到10岁的自己 那这个是我们从30岁的角度看待的 但是从另外一头 从10岁的自己的角度来看的话 它的童年 它的记忆都是固定的 那些真的画面是固定的 在这些真里面 只有一个孩子的画面 没有未来的他自己 所以时间旅行从30岁回到10岁去 这只能发生在另外一个平行世界中 没有办法真正的改变过去 回到过去是另一个平行世界中的互动 这个时间线就叫做孩子2号 因为你回到过去的互动 那个孩子长大 那长大了 那也还是孩子2号啊 现在你决定要回到自己刚离开的时候的时间 就像图里这个A和B一样 A组的30岁成年人已经离开了 回去去见到另外一个世界的10岁的自己 那那个真就不包含你了呀 它就变成空白了啦 而且它永远是空白的 你无法回到那个时刻 你无法回到那个现实 所以呢 当你决定再次时间旅行 从10岁回到30岁 那你就会发现 你将再次处于一个不同的平行现实中 那你回来的时候 可能就变成60岁的老人了 因为现在的你 已经改变了你自己历史的经历了 你见到10岁的自己了 这件事情在你的主时间线中 是并没有发生的 那真正的时间旅行是啥样的呢 看图中的C 就是30岁的你 回到了自己的时间线上 你不会见到10岁的你 你就是10岁的你 因为你的意识是一直存在于时间线的各处的 所以 真正回到你自己时间线的时间旅行呢 就意味着说 你只是再次体验到了 自己作为孩子的感觉 就在那一刻 那个孩子根本就不知道 长大后会是什么样子 你就是那个孩子 完完全全的就是那个孩子 在那一刻也没有别的啦 而且你也不知道说 你是通过时间旅行过来的 这就像是创造了一个循环一样 那最下面这个D呢 它是一条虚线 代表就是你的意识穿越回去了 你的肉体并没有回去 这就是咱们俗称的记忆嘛 回忆 就是回想起了你10岁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那个时候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但是你并没有完全投入到时间旅行中 你只是有这段童年回忆的成年人 做这样的时间旅行 时间旅行既然可以往前那也可以往后嘛 那往后就是到未来的方向去了 就是咱们俗称的通灵啊 或者说是某种意义上的印测未来 八下呢会说几句简单的话 或者说一些声明吧 每句话都会激发不同的存在状态 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每一句话5分钟 然后就换到下一句话 你可以重复每一个声明或者每句话 你可以大声地把这些念出来 或者说在心里默念 你的眼睛也可以是睁着的啊 闭着的啊 这都取决于你啊 你要以你最合适的方式来做这个冥想 每句话每一个声明都会激发一种 非常特殊的频率和存在的状态 它们全部组合在一起 就会产生一个主频率 在开始冥想之前 你要慢慢的平静下来 放松下来 碰下一天的烦恼 轻松的做个深呼吸 你可以躺着啊 坐着啊 站着啊 你觉得哪种方式更能让你进入状态 对你更有效 那就用哪种 主要的是把你的注意力放到这些频率上 因为冥想这种交流 不仅是来自于你的物质头脑 也是来自于你的高我 当你读这些话的时候呢 当你对自己说这些话的时候呢 会加强高我和物质头脑之间的沟通连接 并且还可以训练你的物质头脑 作为一个更好的接收器 接收来自高我的信息 高我发给你的这些所有信息 都是为了指引你成为真正的自己 我们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的使命 我们的人生目标 最根本的就是要做我们自己 尽我们所能的做独一无二的自己 我们存在都是有原因的 我们也值得那个存在 在我们生活中呢 我们可能会执着某件事情必须要发生 我们想要什么就想紧紧的抓住什么 但换个角度思考 这不就意味着说咱们拒绝了 抗拒了 比你想要中的更好的事情会发生呢 所以我们要缓和消极小我这个想法 这样的你才能真正得到你实际需要的 并且是最有意义生活的东西 没有执着呢就没有抗拒了 顺应生命的流动 让你自己顺其自然 抗拒的话就相当于是逆流而上逆流而行啦 它只会给你生活中带来一些困境和挣扎 我们的存在是事实还是无法改变的 是永恒的存在 所以也不用多言 感受你的不灭性 真实的你是不灭的 只有当下 过去和未来都是幻觉 当下就是存在的一切 比如说有人问你几点了 你会自然而然说现在是几点几点嘛 你不会说当时是几点 那个时候是几点 将会是几点 你只会说现在是几点 因为这是一切存在的时刻 所有的一切都是存在于当下 是我们创造了时间的幻想 帮助我们以某种方式体验过程 过去和未来其实就是后补的现在 和我们此时正在体验的现在是同时存在的 时间是现一性呢 这是人类的想法 其实它们都在这里 它们都在现在 它们都在我们的意识里 你就在此时此刻的这个当下 如果说你专注你所需要的 你生活中需要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都会刚好的在你需要的时候 降临到你的身上 但是有个例外 就是你总是把注意力聚焦在 你害怕 担心自己会错过什么 但是如果你不担心 你会错过重要的东西 你就自然而然的嘛 你就该做什么做什么 把事情做好来 那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东西了 没有什么东西是会落下的 也不会落下任何你人生中重要的体验 如果它不在那里 那就意味着你不需要它 一切都在完美世界内发生 不会错过任何重要的体验 相信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 就是从小开始 有时候想做什么事情 总是会被人打击 就说你不行啊 说你干不了这个事啊 或者说你应该干啥 不应该干啥 你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 你不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 当然这里不是说 我们不能接受别人的意见或建议 有时候父母啊 老师他们的建议是有用的 是对的 但说到底啊 我们才是唯一一个可以决定 什么对我们来说是正确的人 我们才是知道哪一个方向 对我们来说是真正正确的方向 不论别人怎么说 我们才是唯一能决定自己生活的人 我们的选择应该基于真实的我 而不是别人的期望啊希望 但你选择真实的你的这一刻呢 就是另外一种完美了 那不是更完美 是另外一种完美 所以没有人能真正的为你而活 没有人能真正的知道什么最适合你 当然你可以听取采纳别人的意见 只是呢最终的决定全是在我们自己 这要想清楚 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对我们来说 最小的主意的道路是哪一条 没有人能告诉我们答案 不要靠我们自己去分辨 我们不是生活在自然中了 我们也不是和自然生活在一起啊 我们就是自然 我们是自然的一种延伸 实际上也没有什么超自然的 也没有什么超长的 心而上学的 一切都很自然 一切都很正常 我们是自然的表达 是自然的一部分 不要和自然分离 我们所做的事情呢 都是为了找到最真实的自己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以后会做更多关于巴夏的问答哦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